TVB和廉政公署聯合製作劇集 《廉政行動2022》 5月1日起 一連五個星期日晚10時 在翡翠台播映 而今個星期六晚10時半 率先播出《廉政行動2022》製作特輯 觀眾可以欣賞劇集《花絮》 今日總監製林昭妍 以及一眾演員 包括袁偉豪、蔡思貝、陳曉華 譚凱琪、陳敏芝等 齊齊出席記者會 雖然主角之一的譚俊賢 身在內地工作 不過他也有拍片 分享拍攝感受 除了可以跟我們的重監製 蔡思貝先生 在《廉政行動2022》 都可以想跟Ben和Cisley 有幾個拍檔去完成這部劇 今次的劇本是比較特別的 任何都經常說 我這個角色是 在以前的《廉政行動》中 在全國外部的日物設定 和金像導演林昭妍合作 是不少演員的夢想 Cisley這次雖然未有機會 被林昭妍親自教戲 不過他就很榮幸見識到 魔鬼導演的拍攝手法 因為很多時候是查案 都是一色一律查案 但我見識到其中一個魔法 就是他親自撿到 去導演一場戲的時候 那天他突然說 不如我們要鏡頭這樣擺放 就是我衝過去找Ben 他說我們這樣檢查 然後轉90度鏡頭 跟著你的背影 之後就見到他用鏡頭說故事 那個魔法 那個魔法 就是他不是一般 好了我們撿了Wideshot 帶頭好好拍完 就是他真的會利用鏡頭 配合演員 去創造一些感覺出來 那我覺得 其實我可以見識一下 都很開心 就是希望可以 接下來見識多一點 是 那林昭妍今次 就是跟一群演員合作 感覺怎樣 雙逢很難 是嗎 是呀 因為我其實 我是比較後期才回來 不過幸好 都還可以參加到 他們某幾個拍攝 其實開心的 就是見到他們 整班都很拼命去做那件事 其實導演最重要 就是希望演員能夠拼命 見到是開心的 Ben 都說 他很久以前跟他合作 現在他都會有種 你有沒有覺得他跟當年比 不同了很多 當然一定有不同 就是那時候 他真的是一個學生 現在都很有經驗 可以叫做經驗老道 一定是台幼 米看林昭妍外表 好像很酷 其實他很肯教一群後輩演戲 看看他們個個都有讚舞壇 就知道在林昭妍身上 獲益良多了 有一場戲 都很需要內心戲 那一刻 他就給了一些提示我 不是提示的 有一個演繹的方式我去演 很快我就掌握到 他一說一說 我就會領略到 都學到很多東西的 譬如我跟Sean有一些感情戲 但因為那時候我們拍戲 不是每天都要開工的 每次我們很長的時間聽 所以他一埋圍 就怕我們未到那個 還沒暖暖後 就捉了我們兩個 一起說我們的感情 應該是怎樣做 怎樣說 然後我們排很多次 他很有心機的聽我們去排 他連我們的語氣 講的停頓位 就是每樣都說 你試一下這樣 可能會掉 我們試一下不同的版本 看看哪一樣東西是最好的 有一場戲 就是阿林監製自己操刀 我這個印象很深刻 也都自己覺得很榮幸 能夠參與到他親手下來拍攝的一場戲 有時譬如鏡頭的角度 或者是 它的擺位是跟我們以前接觸的 是有幾大分別的 是 想不到你放在這裡 然後弄一點 突然之間那個畫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 真的很有電影感 敏之開設的個人影片頻道 其中一集由鄧建宏作客的影片 疑似因為Patrick一番背著當時女朋友李思華 向異性聲調情訊息的言論 引起網民大罵Patrick是渣男 有傳因為惹起Patrick不滿 影片突然被落架 敏之也有回應事件 有時真的控制不了傳媒 或者一個報道 我希望首先不要影響Patrick 我也要檢討一下自己做節目的時候 也要小心一點問題 其實他真的沒事 他是跟我很朋友 所以大家不用再想 是否因為他而下架 其實是在搶修 這段影片 所以大家不要太多其他想法 其實他和他老婆 其實是很恩愛很好 大家真的在我發放正能量 一個sharing的topic 所以其實真的沒事 Hira 陳曉華 早前拍攝那陣不慎受傷 弄到膝頭人帶撕裂 他就預計要一個月才可以康復 其實差不多整個月之前弄傷了 不過當時就比較疏忽照顧他 拍劇就照樣走路 我就沒有跑動 當時不覺得 那時已經受傷了 但以為自己很快會好 就沒有特別理會他 怎知道現在嚴重了 所以就帶回護室 因為其實是一條印帶撕裂 所以他們都說要很小心處理 我見你剛剛走的時候 已經有一點 是啊 現在就帶著護室 就卡住了整的腳 我不可以曲得很厲害 就是阻礙了我動動 多了 好 好 好